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看到我們做得那麼喜慶又適合2012年就知道 今天是新年系列 有時候真的要找師傅來看看 今年牛年的風水有什麼要吹吉鼻孔 還有這些才會發大 有什麼要... 桃花位... 桃花位... 就請師傅來看看 今年要派什麼可以吹吉鼻孔 好啊 師傅 來到牛年 其實今年的財位是在什麼方位 西方 那要放些什麼位呢 通常我們會放一些洞水 我知道 跟了師傅幾集 動到的水 有些雨 有燈有光 有沒有雨都可以 最重要是洞水有光 還有水接觸空氣 例如香噴肌那些都可以 OK的 OK的 看看哪一類的香噴肌 然後就是桃花位 我想知道 今年桃花位是什麼方位 今年的桃花位 是一個東北位的 東北位那裡 你可以種九枝的鮮花 不帶刺的 維持這樣換 基本上都OK的 嗯... 花寶一定可以 是嗎 是啊 師傅 因為疫情關係 其實健康現在都很重要 今年有沒有說 放一個病位 怎樣可以化一化 首先我們病 很多時候應兩個數 第一個就是病符 第二個五王 病符來講 在北面 我們通常用六帝前 一寸六帝前掛在這裡 至於東南面的五王位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掛一個銅鈴 這兩個都放齊的話 基本上就好很多了 師傅 那文窗位呢 文窗位在南邊 是 那就要放毛筆 是嗎 4G的毛筆 可以開過封的 開過用過的 也可以 另外就可以放4G的水縱負貝竹 嗯...明白 那DSC考新要注意 師傅 我聽過好像有太歲位這件事 那今年牛年呢 是哪一個方位 東北 東北 那有沒有說 不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要做些什麼 其實東北來說 基本上我們就會避免動肚 打鼻都不好 哦... 所以說不要太歲頭上動肚 那就是不要做 是啦 那如果動了會怎樣 動了就會有問題 哦明白了 比如剛才說的五王啊 二黑啊那些 都不要動到 一動肚就麻煩了 嗯... 師傅啊 我留意到 桃花位和太歲位都是東北位 嗯... 那怎麼辦呢 那不就動了嗎 不會 你放桃花放在這裡 但是你不要動的意思是 不要打鼻子 不要做裝修那個位 那方向就可以了 哦... 那就沒有問題 只要放桃花位 是啊 因為太歲 你一動了 災病以外就出現了 難道是 情侶一起有病 還是怎樣 不知道 不肯定 要看看每個人 他會拍些什麼數 嗯... 因為你家屋不同 家屋的坐向 每個人都不同 不敢這樣說 但是一般來說 一搞了太歲位 就有問題了 嗯...明白 新年一定要佈置 可能會放些蓮花 輝春那些 那有沒有說有些什麼講究 可能打直貼 怎樣倒住貼 打橫通常是貼門尾 如果一般貼長身 都是打直貼的 那輝春其實都是我們 可以用來做風水用品的 哦... 是啊 譬如說 今年來講 我們貼在西藍 西藍 或者貼西邊 其實都是好的 你說另外我們有全盒 是啊 全盒 是啊 全盒 我們盡量避免放在東藍邊 否則全盒放在五黃位 那輝春那家人很容易扔 那要放在哪個位置 全盒來講 可以放在西面 西面都可以 那譬如蓮花的話 你有沒有選擇什麼花 以及放在什麼位置 其實我們一般人用的蓮花 都是吉祥的 我們可以放在那邊 可以放在東邊也可以 我們可以放在南邊也可以 聽完師傅說的那麼多 不同方位要放些什麼 怕大家吸收不及 現在再和大家重溫一次 今年的貼位是西面 可以放一些凍水的物件去吹往 而什麼是凍水呢 意思是指流動的水 有光 以及可以和空氣接觸到 例如香噴機 至於今年的桃花位 就是東北方 只要種九枝不大切的鮮花 就可以吹往桃花 記得要保持住 輪到大家都很關心的病位 今年的病符位在北面 要掛一串六大前 而五黃位在東南面 要掛一串銅嶺 兩樣東西都放在一起 就可以化解到病位 那文昌位又在哪 今年的文昌位在南面 家長可以在南面 放四枝開了封的毛筆 又或者放四枝水中的富貴竹 今年的太歲位在東北面 記得不要在上面凍土 好像裝修一樣 連打釘都不好 如果要貼輝春的話 最好貼在西南和西面 全盒盡量避免放在東南面 最好放在西面 而蓮花最好放在東北或者南面 好了 我們聽師傅說完之後 你記得嗎 我抹下的記得 但你一定不記得 看這些筆記就可以了 大家都不記得 記得看影片 好 請大家 風生水氣 慢著 風生水氣有問題 為甚麼 風生水氣 我們經常說 其實要藏風聚水 才是一個好地方 風生水氣其實是破敗的 所以不要抓人風生水氣 要抓人破敗 這樣嗎 金發財